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人體工學椅 最近因為看到那個 好斯多的線上購物 剛好在做特價 所以我就直接訂了一組 這個牌子 國內還蠻常看到的 我不知道怎麼唸 不知道有沒有唸錯 應該是 Ago King Ago King 這一款椅子叫城市精英171 人體工學椅 全網面的 那我們直接來開箱 那我買的這一款是黑色款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灰色 這個網面是灰色 腳架 靠著 一杯 哇 還挺重的耶 補充 工具 索波斯 原來是 這應該是押壓棒吧 哇 我們的重點 哇 好重喔 我們先來組裝腳架 緊速的腳架 慢慢要直幹的 我看一下 感覺是比較堅固 不鏽鋼 全色 這網面 感覺還蠻漂亮的 而且支撐力 目前感覺還不錯 這樣 OK 好 我們接下來組裝 預備 好 先把腳架裝上去 夾夾裝上去 OK 頭枕 裝完成後,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椅子的細節 然後椅背,這是腰墊 側邊的話,這個是調整那個固定靠背的一個鎖定 然後這個是調整靠背的彈力,然後這個是座椅的高度 那這個是調整那個座椅的深度,它可以往前往後 那腳座是金屬的,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輪子的話,是這種靜音型的 也就是說你木質地板可以用的這種輪子 它是有點,它這個旁邊的那個輪子是有點軟軟的 用指甲去按的話就可以感受出它有點軟軟的 不是那種很硬的輪子,所以它比較不會傷木質地板 還不錯 還不錯 它的扶手是可調,高級可調 可以調整你適合的高度 然後它也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你的手是這樣子,它就可以調整你喜歡舒服的角度 可以往外側 高低格調是一定可以 每一段可可調整 然後這個旋律的話是調整這個靠背的彈性 它可以把它調整就是你壓下去的時候 它會比較有彈力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調整比較鬆 比較鬆的話它那個彈的體道就會比較小 然後左邊的話這個是 固定你的那個角度 把它鎖定了之後呢 它就調不下去了 它好像有三到四段 第二段 第四段 然後這樣的話它就不會彈起來了 它就鎖定了 然後最主要的特色我覺得就是 它可以調整 座椅的深度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你的大腿這邊 支撐面這樣多的時候 你可以調整 座椅的深度 這部分 要最晚 那我們現在調到這裡面看一下 現在是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會比較 比較短一點 那你如果 有些人比較高啊 或者是你大腿想要多一點支撐的話 你可以把它調整 它的 座椅的深度就會變得比較多 有沒有 那 這邊就比較多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那有一些可能 可能本身就是比較壯碩的啊 這樣的話就會讓它大腿支撐會比較舒服 就是它的頭整 它的頭整是可以高低可調 而且可以調整高度 可以調整的角度 那個依照你的喜好 你的身體 去調整你喜歡的角度 還有你的 適合你的身高高分 它這個要整不可調 但是它是分離 也就是說它是有一點 彈性的 所以它會依照你的體型 做的方式 然後 然後 它會去調整這個 支撐的角度 就是這個設計 很不錯 像我們一般 電腦椅的話 可能 腰部支撐不好 可能會自己去買那個 靠腰 靠腰枕 靠腰枕 那靠腰枕 你放上去的話 它其實是固定的 所以 你有管怎麼動它的支撐 就是固定支撐的那個角度 有時候做久了 也是會有點不舒服 整體來說 我覺得 車上椅子 是還蠻值得買的 那至於它的網面支撐耐用度的話 因為 不低遲用 所以 所以它裹的體重是75公斤 我相信 應該也不算是超重 所以 使用起來應該可以 可以 用蠻久 希望它的耐用度 會有很好 今天影片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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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